好 剛剛有提到了 蕭美琴介紹烏特的專訪 他說外國更有興趣訪台灣 是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 烏克蘭戰爭打到信頭上的時候 西方那些你其實很愛訪問烏克蘭 去就有國際的媒體的報導 國內聲望就會高 但是倒霉的是烏克蘭 假如說大家都把台灣做成一個 反共的一個舞台 反中的舞台 對台灣有什麼好 到時候台灣倒霉了 他們也跑了 跟他們一點關係沒有 所以這沒有什麼好得意的 這種東西 寧願不要做這種舞台 近期日本 美國 加拿大 德國 英國 歐洲會都來了 都來 9月來 10月來 10月來 11月 12月年底 通通來一團接一團 絡意不絕 而且競相比賽 你去 我也去 我去 你也去 民主黨如果來 共和黨一定也不示弱 好 你選過去都知道 另外B2逆中轟炸機 要巡航太平洋 美國說美國跟澳洲軍機同框 有美國 有澳洲軍機一起 給你看 我就來了 另外美國說 堅持美艦要穿越台灣海峽 要過來 老共說 你來 告訴你 泛華者必受懲 是我的內海 你過來看看 我不知道他真的來會怎樣 中國時報社會說 現在我們操作美國國會外交 是增加台海緊張而已 但是沒辦法 就是說第一個議員愛來 我剛剛講 第二個我們也歡迎 隨便來個議員 總統都要接見 哪個議員總統沒接見 美國國會員435個眾議員 100個參議員 到其他國家人家不見得 總統會接見 外交部長接見就不錯 國會議長接見就不錯 不過我現在總統都要接見 而且還有指名 我要看台積電 我要跟台積電談 台積電很重要 都安排 議員來吃香喝辣 還有這麼禮遇 怎麼不來 回去還給媒體還報導 好 那麼他們要啟動 21件貿易談判 希望能夠爭取對方有利 以前談判 都是老美叫你開放這個 豬要開放 牛要開放 然後稻米最好也開放 農產米也開放 水果也開放 都叫我們開放 希望這次不是只是這個 另外 總統部研判說 大陸想要掌控 第一島鏈乙溪的位置 另外台灣第一島鏈 乙溪 不是中線乙溪 是第一島鏈乙溪 就已經進過來了 國防部說為了要料敵重寬 另外 蔡英文今天到蘇澳基地 衛冕官兵 駭域 就是我們的海江 空中五連隊罕見展示 攻山飛彈戰備的情形 攻山飛彈 到時候老共我們可以 來一個 打一個 不過一個不能打一個 他們說要兩個就打一個 兩個打一個 而且還不是百分之百 那麼另外 攻山的連長是說 共軍飛彈月台當日 興奮的執行戰備 很興奮 來了 我們等半天 終於來了 很興奮 但是沒有告訴我們 他們很興奮 老百姓都不知道 日本發表我們才知道說 飛彈從我們頭上飛過 另外天空飛彈說 我們不讓共軍越雷遲一步 來 我就把他打下來 老共飛機繼續來 昨天來了21架共機 5架共艦 而且5架共機超越海峽中線 反正就是這樣給你進來進去 搞過來 搞過去 另外說當時 總統每小時都有聽軍情報告 另外 Financial Times說 台灣因為緊張 所以跨國企業要制定 美中衝突應變計劃 希望能夠制定這個東西 到底真的衝突怎麼辦 美國亞太住行預期 大陸對台灣的軍事 會持續數週到數月 不是立刻就停了 果然也現在在這邊演戲 這邊又有演習 那邊又有演習 都可能會拉到好幾個月 我們看一下 天空三型轉為垂直發射角度 接戰來襲 地軍飛彈 中共軍員有4枚飛彈飛越台北上空 雖然高度在大氣層外 對陸地威脅極低 空軍官兵也透露 當時導彈飛來時 部隊氣氛 而天空三型防空飛彈 在台澎金馬都有規劃陣地 可同時接戰9個目標 主要任務就是攔截 共軍的彈道飛彈 不過先前傳出發包延宕 只好被迫借用平地營區進駐 但向位陣列雷達 在平地徵收能力不佳 恐怕連帶影響攔截率 美國中院議長裴洛西訪台後 中共威脅俱增 總統府副秘書長黃崇燕指出 對岸想在下半年控制第一島鏈 余團長 先講天空三型飛彈 我們自己的國防自主化 我都非常支持 在中科院的東西 我們都覺得是我們的驕傲 但是我們要知道 天空三型的好處是 自己的東西以外 他比愛國者飛彈便宜很多 但是他跟愛國者飛彈一樣 對短程的彈道飛彈 你可以攔截 但是敵人如果用中程的 彈道飛彈打你 你是沒有辦法攔截的 你說你還有像 像這個東風時期 他就是音速了八倍 十倍 你怎麼去攔截他 所以這位廉長很興奮 但是我覺得要很慎重 這個戰爭 我覺得最好還是不要爆發 講到外交的團 一團一團來拜訪 我在立法院的時候 因為都在外交國防委員會 我大概是到目前為止 是擔任最多外國的國會 聯誼會的會長 我擔任過美國就擔任了六年 這裡面還包括德國 還包括以色列 匈牙利 捷克 斯洛伐克等等 很多國家 因為很多人家不當 就塞給我就這樣 只有美國那個是要大家 拼選票拼出來的 所以我是支持國會外交 因為我們跟大部分的國家 都沒有外交關係 所以透過國會可以做滿多事 對方他是一個次長或一個部長 他沒有辦法跟你見面 用官方的行政內閣的頭銜 沒有辦法跟你見面 他用國會議員給你見面 我也是國會議員 所以這的確可以幫我們不少 可是我們要注意一件事 如果像蕭美琴所講的這樣子 有這麼多的單位都要來 這麼多的國會議員 都要來訪問我們 我坦白講對台灣會構成騷擾 外交部會疲於悲悲 納稅人會付出非常多的錢 你知道嗎 因為是你邀請人家來 你可能要幫人家付機票 你還要幫人家付旅館費 這是我知道的 我們包括我們邀請 美國的國會助理 還不是國會議員 幫他付機票 幫他付吃的 幫他付住的 你想想看 他一個人在台灣 五天一個禮拜要花多少錢 尤其機票都是商務艙 所以來沒關係 我們還是要做挑選 重要的國家 重要的國會人物才邀請 而不是像觀光團這樣一直來 外交部這裡都不要睡覺了 政事都不辦了就辦理就好 最近有朋友就給我講 我們不是要發展很多實質外交 跟美國跟日本什麼都搞得不錯嗎 那也叫這些國家發揮一些影響力 從柬埔寨 從緬甸 把台灣人 政線把救回來吧 要不然搞外交有什麼意義 真的是這樣子 我一直認為這個其實 陳明通最應該這個時候 要做的事情 叫他自己陷陷到 抄襲的論文的事實上 你現在國安局局長 你應該要找法務部的部長來 你應該找外交部的部長 你應該找很多個部位 大家組一個團隊 我們要用什麼方法 把政線給救回來 這個我們發展對外關係 每年砸這麼多錢 最重要就是我們的人在海外 要怎麼幫他們把他們救回來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說 人家來有彭治遠方來 不亦樂夫 如果朋友天天來 就是好親戚來你家做課好了 來一天你很高興 一個禮拜很高興 他來住一個月一年 你有辦法承受嗎 你告訴我 他來這麼多團 他當然不會來這麼多 可是他若一不久的來 你一年要接待幾十個團 國外交部什麼事都不要做 你就把它改為叫觀光局就好了 而且會越來越多團 大家都想來表演 來 鴻蔚 其實就是說我們歡迎 比如說國會外交 我們當然歡迎 但是我覺得很多事情就是說 那麼做完這樣國會外交 他們來了之後 對台灣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好處 我覺得這點非常重要 不然每天我們只是大內宣 他沒關係 多好 然後什麼立陶宛的議員 什麼人來 今天他對台灣來講 你帶來多少的貿易額 你帶來多少的投資 這個其實是可以量化的 可是問題是每一次 這些國會議員來了之後 我們會發現 他其實是來推銷 他美國的產品 不然就是來推銷他那個 農產品 然後波音787 最後還是人家發現說 我們連什麼 在總統府那個翻譯 都不敢把他寫進去 然後國會議長來 非常好 沒想到他帶了他兒子來 兒子來 他自己有搞一個生意對不對 然後為什麼他要 跟我們的半導體業者來見面 所以我們這樣子 做這麼多外交 對台灣的好處是什麼 我們的經濟的好處是什麼 好 第一個 如果我們在經濟的好處 沒有撈到的話 如果今天反而 對台灣的局勢是更加的緊張 那真的我們必須要好好的 去想這件事情 比如說剛才就說 這個總統府研判 這個是要 勞共是要掌握第一島鏈以西 這個很拗口 我直接告訴你 這個只要了解一些 整個中美情勢就非常清楚 因為美國對於 大陸的一個他的封鎖 就是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 第三島鏈 第一島鏈為什麼台灣這麼重要 台灣就在第一島鏈的中間的位置 從日本 台灣 菲律賓 所以美國為什麼對我們好 為什麼對我們好 就是因為他要把中共 封鎖在第一島鏈 不能讓他出來 但是在這次軍演 對不起 他突破了 在過去好幾次 不管是渤海 黃海 他飛越宮古海峽 飛越就是等於是 到日本的經濟海域去 所以對於第一島鏈 美國為什麼這麼在乎 所以美國現在放話說 我一定會通過台灣海峽 這意思就是說 我就是不要讓你突破第一島鏈 所以現在對台灣的這個位置 台海是非常非常緊張 然後接下來第二島鏈 第二島鏈最重要的位置是什麼 關島 為什麼關島 會有美國的軍事基地在那邊 一樣 日本關島 現在整個下來 第三島鏈到哪裡 第三島鏈就到日本 到美國了 夏萬一就到了 所以對美國來說 他當然不能讓他一步一步的突破 好 那你這個不是 只是畫地裡的地圖 我們也知道我們的位置非常重要 但是我們也要認知 在此時此刻現狀 當美國說我一定要通過 台灣海峽的時候 請問一下 現在台海會多麼的緊張 所以每個人現在大家看 你知道嗎 很多企業界現在都在猜 到時候雷根號 會通過台灣海峽嗎 美國的軍事員 會通過台灣海峽嗎 如果通過台灣海峽 台海會發生什麼樣的摩擦跟狀況 這個全部都是大家要研判的 如果總統府只是告訴我們這些 我覺得這沒有意義的 而這麼多的國會議員來 沒錯 是滿好的 可是也要告訴我們 台灣會帶來什麼樣的風險 第一類別的風險 但是很多東西都在有 兩位 succinct地 會接著 在大陸內 在大陸內 可以接著 在這面